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是秦孝宫 在秦国的发展历史上比较大的,贡献比较大的是秦孝宫 秦孝宫最著名的事情就是双秧变法 双秧变法的事情我们不多讲 大家在中学里学历史课的时候都已经学过了 原来我们大家知道秦国的一些政策跟其他的诸侯国一样都很腐败了 他什么继承法,继承法下来 一般老百姓根本没办法退而出 那么双秧起来之后呢 他认为要鼓励百姓去立功 军功,你取得军功以后啊 就可以得到奖励,分到土地等等 因此秦国的人啊,打仗非常卖命 你立了功就可以分土地嘛 就可以拿官位嘛,对不对 大家都去 所以双秧变法 具体的内容很多,我这里就不讲了 最后是一奉一奏,明以应胜 大家都觉得秦国的政策好 我虽然原来没地位,我到秦国去 我只要努力地工作 认真的工作 我参加打仗 我就可以拿到我自己的位子 和土地和财富 大家都去了 结果秦国人越来越多 明以应奉 就是老百姓人也多起来了 国以富强 百姓乐用 最后呢,因为地强大了以后 你这个国家强大了以后呢 诸侯清佛 最后呢,双秧 主政的时候呢 和楚位之师 举地千里 向东面扩大,向南面扩大 扩大了很多 楚就是南面的 卫就是东面的 这个秦国啊 我们大家知道 本来是陕西一个角落里面 后来呢 向南面 向东面扩大 举地千里 紫禁自强 所以这个 对商鞅的 秦孝公用了商鞅以后啊 在国家呢,发展到非常强大 秦孝公死了以后 秦魏王 秦魏王用张仪字迹 把三川子弟 西并八所 北受丧郡 三川 三川就是今天的黄河以南 临保以东的一个地带 在河南省 三川子弟 西并八所 八所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庆 和四川 也是继续向东 继续向南 西南 夸大 向北面的受丧郡 向南面的去汉中 包九亿之燕宁 燕宁就是楚国的地方 东居成高自显 高于子让 最善六国子众 思自西面四秦 公义到今 这个是 这个是 张仪和魏王 张仪也不是秦国人 也不是秦国人 张仪这个人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都处思的时候 想到张仪 大家对张仪这个人 可能有非常反感 这个人一下子那样 一下子那样 好像有坚持那样 但实际上张仪在秦国的发展史上 他忠于秦国的一个人 他忠于秦国的一个人 在秦国的发展史上 他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当然我们讲到 雀元的时候 大家 都非常反对张仪 雀元是 是楚国的 任意楚国为楚国处理器 张仪是为秦国处理器 所以我们今天用 丽丝的眼光去看问题 会发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下面讲 赵王 赵王得到了 饭居 废然和 着华阳强公社 杜斯门 禅社诸侯 施秦臣地业 赵王到秦赵王 秦赵王得到了一个大臣叫 饭锥 饭锥 他和他母亲的弟弟就把他废掉了 把还有一个叫华阳君也把他废掉 把这两个人赶走 那么国家把权力收回来 把斯门把他杜绝掉 禅使诸侯 还继续的 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么秦成为帝业了 秦可以成帝 秦成成帝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原来是公 原来是公 那个是周朝的天字的下面 他是公 到魏王的时候称王 称王 那么昭王呢 尽管还是称王 但是秦朝已经出现帝了 这个皇帝 三王的时候王 后来到秦始王的时候 最后合起来 他觉得帝也 单单帝也不行 单单王也不行 最后是皇帝 这个是最大的 封建社会理议 李氏发议论 此侍君者借以克之功 借以克之功 他们都是克亲 但是他们最后都立了很大的功劳 最后李氏得之结论 由此官自克何富于情者 向是侍君 确克而不纳 舒适而不用 此事过无富力之时 而勤武强大之名言 李氏充分肯定了 在这一段里面 他举了四个著名的秦国的历史上的君王 他们用了克亲 使秦国变得强大的势力 最后得出了这样子的结论 下面再举例 经陛下自昆山子岳 又随和子宝 吹明月子柱 佛太欧子监 称千里子马 兼吹凤子齐 属陵原子谷 此素薄的情不惨一眼 而陛下岳子何眼 必秦国子所胜 而然后口 则是夜光子别 不识朝廷 西乡子气不为完好 正为子女不充后供 而骏马决体不识外旧 江南惊喜不为用 西书丹青不为采 所以石鹤共冲夏镇 于心意悦而莫者 必出于情然后口 则是晚诸子战 父记子儿 阿高子依 仅寿子舍不敬于钱 而谁说雅化 家也窈窦 赵女不利于侧眼 父家翁可否谈正不避而 歌乎乌乌快儿者 真情此生焰 正为商间少语无相者 以过子悦焰 今期家翁而就正为 退谈正而去少语 若是这何眼 快已当前是官而已 大家看看这里面是举什么呢 举了很多的例子 来说明你钱国用的很多东西还是外国的 包括珍宝 包括音乐 包括歌曲 包括窝产 钱国用了很多 大家看看 经笔下之昆山之月 有谁何之宝 昆山 昆山 昆山就是昆仑山 昆仑山 大家注意 我们历史上的昆仑山 跟我们今天的昆仑山 有时候相同 有时候不相同 昆仑昆仑就是西面太阳落山的地方 这个叫昆仑 东面太阳升起的地方叫湖山 那么中国的观念 很多的山明是古人起的 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昆仑 所以今天我们昆仑山在新疆 古代的时候有时候昆仑是想象当中的 想象当中的 去源的楚词当中也讲到昆仑 去源楚词当中的昆仑是新人居住的 熄灭的山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昆仑 有得大家考证 有得大家讨论 是不是 去源那个时候 它就是湖南湖北这一带 楚地 当然河南南面可以是拖下来 到湖南湖北这一带 昆山子月 我们中国西部的月是比较好的 西部的月是比较好的 那么秦始王那个时候也用的是昆仑山的月 有谁和之宝 谁是猪 和 何是并 谁猪 谁猪 谁呢是西州春秋色的一个小国 谁猪 据说水国的国君曾经碰到一条蛇 他救了一条蛇 后来这条蛇含了一颗很大的猪来谢谢他 谢谢他救命子恩 河 河我们大家知道 河是变 河是变 楚人变河得到了一块月 后来拿去献给楚力王 楚力王觉得这是一块石头 你骗我是月 把他主腿把它砍掉了 楚武王就位的时候 变河又去献给他 楚武王又说他骗人 把他右腿砍掉了 后来 他再拿去献给楚文王 楚文王调查研究 他派人把这个月剖开看看 真的是一块很好的月 这块月就是河是变 就是后来情死王拿去呢 给刻了一块皇帝的印 皇帝的印 告诉大家河是变实际上不是很大的 就是一个印 刻一个印很小的 也不是太小 就是没有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电视剧里 动不动这个月好像非常大的 这个不可能 大家都可以编文 你知道吗 《恋谱临相如丽传》 对吧 秦王就很想得到 那个时候这回月到了赵国 赵国国军很喜欢 后来情死王很强大 情王很强大 他说你拿来看看 是不是 拿来看看 我又渡到城里换你 他拿去的时候 传给这个看 传给那个看 我们可以想象 这块月不是太大 如果很大的话 抱起来很重的 舌头你抱抱看 也不小 后来令相如 为了保全这块月 派了手下的人连夜逃走 这块月放在衣服里面 可以带着逃走 所以刻下而知 这块月是月 可以一个图章 当然可以 不会非常大 我们今天电视剧里放出来 汉朝的硬实好像非常大 抱出来 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夸张 后来这块月传来传去 后来到了东汉末年 后来没有了 后来孙奸打热阳的时候 从井里面把它挖出来 后来孙奸死掉了 后来孙策 把这块月献给袁硕 是不是 袁硕后来说 约袭到我手里我就成皇帝 没想到他姓袁的人做不了皇帝 最后大家都去打他 袁硕后来打败了 后来也气死了 也死掉了 所以就这块月 那么他说 现在我们秦国 你陛下呢 秦王嬴政 有昆山的月 有隋株 有何寺辩 这三样我们大家知道 都不是秦国的生产 你还有明月蜘蛛 明月蜘蛛就是像月亮一样的 这个明月 当然实际上就晚上会亮的 夜光珠 晚上会不会发光 我不知道 真的夜光珠 我没看到过 会不会发光 我有个朋友从西岳来送给我一个杯子 它叫 它是夜光杯 我晚上拿出来看看 晚上不会发光 当然这个是工艺品玩具 其他夜光杯可能会 这个明月蜘蛛呢 就是夜光珠 还有泰欧子界 泰欧子界 泰欧是个历界 它生在什么地方呢 它生产 实际上就是我们浙江生产的 墨干山 墨鞋干匠做的泰欧界 它另外一个名称叫泰欧 我们大家知道 吴国的 欧亚子干匠 曾经造宝剑三把 贴的 剑造了三把 非常有名 很多书里面都提到了 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的剑本来都是用青铜造 是不是 你一用钢来造这个剑 这一点就非常锋利 你像夫妻界 你像钩剑界 所以我们浙江这一带 很会造界 我们今天坐的地方 我站的地方 大家知道是吴国的地方 还是越过的地方 我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吴地还是越地 哪个同学说越地 说看 吴国在哪里 说这那一边 好的 这是一种回答 还有没有其他第二种回答 大家说我们站的地方是吴国的地方 还是越过的地方 不同时期也对的 告诉大家最早吴越分界的是 以乾塘江为界 以乾塘江 乾塘江以南是越过 乾塘江以北是吴国 我们杭州有个地方叫吴山天峰 用了哪个字啊 吴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吴 最早吴越分界呢 我们这里是吴 刚才那位同学很大胆回答的 我觉得也有道理 后来越把吴灭掉了以后 当然这个地方肯定是吴了 肯定是越了 是不是啊 但最早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浙江以北山叫墨干山 墨干山就是 墨鞋 干架这两个人 他就是造界非常好的 当时也所以吴国 所以宝剑最好的 勤王的宝剑最好的 泰欧剑 就是我们这一代造的 我们这一代造的 你想我们后来讲到 三国的时候 赵云长板部的时候 他造了一把剑 对吧 其他兵器根本没办法跟他抵挡 都是我们这一代生产的 都是我们这一代生产的 所以这里面讲到了 佛泰欧子剑 就是你现在用的 都是吴越这个地方生产的宝剑 成千里子马 千里是骏马的名称 骏马 这个马肯定是西越的 蒙古的这个马最好 兼翠凤子骑 翠凤就是以翠鱼为凤凰形状的 装设的骑字 这个丝绸也不是勤国生产的 也是我们江南或者四川这一代生产的 是不是啊 属灵团之谷 这个灵团 团就是爬心类的动物 在长江的下游 实际上今天就是鳄鱼 鳄鱼 大家知道吧 我们到泰国去看那个鳄鱼很多 潜郎江里面这个不 这个阳子江里面这个有阳子鹤 就是长江里面有阳子鹤 这个也也也也也 阳子鹤你说是不是秦国的范围之内啊 也不是啊 它是楚国的范围之内 是吧 这个鳄鱼的皮很好啊 今天鳄鱼皮可以做腰带 可以做皮包啊 大家也知道 这个不是秦国的生产 下面李氏讲了 李氏讲 此树保者情不成一眼 而陛下阅子和也 是吧 你心里敲的鼓 你心里用的旗 你心里骑的马 你心里赔的戒 装饰你帽子上的这个猪 你用的硬性 通通都是外国的 你为什么要用呢 你说外国的东西不好 是吧 遍秦国之所胜 然后口 这是夜光子遍 不是朝廷 西向子弃 不是有丸号 正为子女 不冲后供 你一定要秦国生产的 那么你夜光遍 你不是朝廷里的 这个先秦两汉的时候 这个月遍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礼器 月遍 一块很大的 削得薄薄的 里面雕了很多的花的 我跟大家说 这个月是很值钱 夜光 碧儿很值钱 西向子弃 西牛跟大象的东西 象牙的东西 也是很珍贵的 正为子女 正跟为 正为子女 就是当时河南的一些女子 她们又长得漂亮 又会唱歌跳舞 正为子音 诗经里面 已经叫正为子音 正为子音是咪咪子音 咪咪子音 就是当时唱的一种很软的 比方说像我们今天邓丽君唱的这种歌曲一样的 西部的 琴果的歌曲 我到陕西去开会 西北大学 陕西四大开会请我们去 她上来唱那种西北风 西斯底里 西斯底里的唱 厚 所以正为子音的风格 跟西北 跟陕西的一种风格不同 西北的名歌 这种歌曲唱的声音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音乐的特点 是不是 我们浙江 大家知道音乐特点唱什么 乐剧 《红楼梦》 乐剧 《苏南小调》有时候非常好听的 是吧 我们浙江苏安徽这一代 安徽的黄梅戏也是非常动听的 也是非常动听的 好 正为子女不冲后供 就是你现在你假如说外国的东西 是外国的东西不能够用的话 那么那些漂亮的女子 那种好听的音乐都没有了 你每天就是唱的那种西北风 西北风 而军马决体不是外旧 那些好马 你喜欢的马 那么你的马棚里面也没有了 那么江南京气不为用 江南的京气西气也没有了 江南人很聪明 那种京的西的东西做得非常漂亮 西所丹青不为彩 那么四川的那些纺织品 你也不会用了 所以事后供冲下阵 余心意 余耳莫者 别出于情然后口 则是万诸子战 富二子 富极子 高子一 敬秀子舍 不敬于钱 而谁说雅化 家也窈窕 赵女不利于侧眼 那这好的东西全没了 那么你身边是哪些东西要用的呢 大家看看 是秦国的 你原来用什么呢 旧温客否 温很大的这种钢 钢我们农村里用的 钢大家家里有吗 做的比较粗糙的 那种钢 放米放水 那种你陕西有的 我们大家知道陕西河南这一带 那个韩信去打仗的时候 有一次船不够用 他就把老百姓家里的钢 正用出来 一个钢里可以坐一个人 福古水去 这个九州那边 我们浙江也有很多的 现在因为大家房子 造的精致了以后 钢不太用了 但是有些地方 你看小山一些乡下 烧心乡下还用的 干什么用 烟菜 我们冬烟菜要放在钢里面 这个就是翁跟佛 佛小一点 钢大一点 翁大一点 还有呢 陕西的乐器音乐是什么呢 弹针波碧 弹针波碧 波碧什么叫波碧呢 拍大腿 拍大腿 一边酒喝醉了 一边唱歌 一边拍大腿 拼命地拍 这个才是陕西的一种风上 而歌虎乌乌溃而者 五万人都在唱西北风 我们今天还有几个歌手 唱西北风的 什么火风 对不对 这些歌手唱的 唱西北风 声音唱的 真的有点歇斯底里的 唱的 也是一种风格